一条超级巨龙横更在开封城的街道中央 净印的天降暴雨 皇帝闻言大惊 因为自古相传 龙困浅滩必遭水恶 想要巨龙起身 就要等到雨水覆没整个龙身 而眼前这条巨龙高如山月 雨水没过它 必定会将整个开封城淹没 与此同时 在城东的白马寺里 石感当三人也正在为此事发愁 没想到开封城的土地突然现身而来 说自己从土圣天尊土行尊那里得知 只有泰山石胜石感当 才能收服这条巨龙 石感当一脸懵逼 虽有心除孽龙救百姓 可如何救法却又让他不知所措 正自为难 寺里的和尚就火急火燎地闯了进来 三人刚到房顶 就见滔天洪水滚滚而来 灌满了各处街道 不消片刻就要将开封城化作水域泽国 而就在此时 龙首所在的位置激起滔天骇浪 巨龙露出巨大的脑袋飞上高空 庞大的身躯瞬间将整个开封城笼罩 随着一声咆哮 巨龙吐出滚滚火球飞落到皇宫城楼 吓得皇帝和工人四散奔逃 巨龙则身体旋转 法力激荡 幻化成了人形 在向战战兢兢上前 有公公静静请凹身 暂吸雷霆之怒 问他水漫开封 异欲何为 再向大吃一惊 盲问要这么多男人女人干什么 敖身将他好一顿怒吗 只说十日后自己来娶人 否则就杀光全城所有的人 然后显现龙身而去 宰相吓得差点晕厥 皇帝急忙扶住他 问他该怎么办 宰相便提议焚香祷告 请上天指示 没想到真的等到了 太上盗族显灵 皇帝闻言大喜 立刻命人承舟名罗呼喊 寻找十感当 而十感当不等皇帝找 就和朱半斤兄妹二人去见他 自告奋勇要除掉聂龙 然后正要去聂龙消失的西方寻找 土地就献身而来 所以查到聂龙是北海龙王敖润之子 多年前阴犯天条 被龙族削去顶上三花 发配到巨色三百里的角宇泽中 十感当知道角宇泽在隐雾山中 当即飞速前往 这三人前来寻找 围获开封城的聂龙 忽觉地动山摇 站立不稳 三人连忙跃到竹子上躲避 只见聂龙翻动巨大的身躯 盘旋空中 一头扎进了飞影寒潭之中 十感当三人紧随其后 跟着潜入寒潭 来到了聂龙的龙宫之中 正子寻找 水面就陷出一道漩涡 随着骇浪激起 聂龙盘旋巨大的龙身出现在眼前 随即化作了人形 石感当横眉怒目 说自己前来 就是为开封百姓 剿灭他这个作祟一封的聂龙的 敖身见石感当一个小小的凡人 竟然口出狂言 大言不惭 历时便要杀他 消心头之恨 那只刚扑杀上前 就被石感当以石神剑阵退出去 敖身不敢再小去 石剑刺去 石感当不慌不忙 与他激站在一起 朱半斤则从旁打辅助 敖身见两人配合之下 神威无比 自己竟不是对手 地时现出原形 以长长的龙尾扫向两人 并在石感当一剑刺来时 以龙身法力将他击退 石感当大惊之下 忙让朱半斤兄妹躲起来 可就在短暂的间隙里 聂龙口中连喷火球 将他烧晕过去 朱半斤兄妹急忙扶着石感当逃出龙宫 将他救醒 石感当想到这 聂龙浑身金磷铁甲 抓不破 穿不透 实在难以对付 便再次潜入寒潭 寻找他的弱点 纳芝竟然发现 敖身和另一个妖怪 正在秘密商谈 而这个妖怪 正是他出生当日 一箭刺在他胸口的腰龙肾 石感当细听之下 才知 敖身 龙困浅滩 向人间皇帝索要 三千九百九十六个男女 是受了腰龙肾的委托 目的是要让隐藏在 阿修罗界的 奎刚 法祖得到肉身 石感当同时探得 敖身的头顶 有一颗龙珠 只要将它摘掉 就无法变化 可如何摘掉 却成了难题 正在他发愁时 引雾山中的山神献身而来 说石感当的老家 有位泰山老奶奶 神级之名为陛霞园君 他的仙草园里 有一种三叶隐身草 只要用它隐匿形藏 就可以摘掉熬身的龙珠 石感当文言欣喜无比 赶紧谢过山神 前往泰山求取三叶草 男人前来拜叶陛霞园君 那只却被一个 身穿铠甲的小屁孩 拦在门外 你们要见我家奶奶 为了何事 久闻泰山老奶奶大名 我们特地前来拜 为了能让小屁孩 顺利通报 石感当又尊称 小屁孩为师父 询问他的尊姓大名 在下泰山老奶奶座下 九圣仙童便是 原来是圣童啊 久仰久仰 九圣仙童见 石感当的马屁拍得极好 便带他进入陛霞池 通报给了陛霞园君 只见陛霞园君高坐神台 接受三人的拜礼 陛霞园君听闻石感当 也是泰山人士 是十足的老乡 便对他颇为客气 去了一阵乡里乡情后 忽听石感当要借三叶隐身草 陛霞园君瞪时变了脸色 石感当听得一头雾水 忙问他在说什么 哪知陛霞园君指责他与毒风怪 一唱一和 要骗取自己的三叶草 然后话不多说 一阵风将三人轰了出去 石感当莫名其妙 料想陛霞园君定然误会了自己 但看他那个态度 想要再见已不可能 又想到借不到三叶隐身草 就消灭不了熬身 救不了开封城的百姓 便心急如焚 朱半斤见他顾虑甚多 索性偷偷来到仙草园 想要偷取三叶草 那只见到满园的西瓜 立马暴露了猪八戒本性 敲开一个大的 哼哧哼哧地啃了起来 正吃得痛快 就被看守仙草园的九圣仙童 一枪戳中屁股 逮了个正招 朱半斤见他小屁孩一个 完全不放在眼里 那只九圣仙童着实厉害 手中神兵就这么轻轻挤戳 便将他打倒在地上 绑了压到陛霞园君面前 陛霞园君见他不知悔改 吕范泰山盛进 下令将他重打二十大半 轰了出去 朱半斤偷鸡不成十把米 气得在陛霞词外大骂起来 实感当不但没有同情 还责怪他不该有偷盗之念 嘲讽起来 朱半斤更加地生气 正和他争执 就见一朵黑云迎面飞来 快到跟前时 才发现不是云 而是大片的毒风 且所过之处 花草树木全部变为灰烬 三人大吃一惊 赶紧躲到了大石后面 那么这群毒风究竟是什么来头 到此有何贵干 请看下集讲解 喜欢的朋友 麻烦帮忙点赞关注 铁学在此先行感谢